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佛州大学人行天桥倒塌 恐有数人丧生 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 位于迈阿密佛罗里达国家大学校园内 一座再见的人行天桥发生坍塌 目前已导致数人死亡 多辆汽车被困 伤亡人数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下午2点 这座正在施工的连接校园 和迈阿密郊区的行人天桥突然发生坍塌 目前有未知数量的人被困桥下 据佛州高速巡警透露 该事故已造成数人死亡 有5到6辆汽车被压在大桥下 路透社报道 佛罗里达州公路交警察发言人 卡马丘接受电话访问时说 有几个人丧生 我还不知道有多少人 航拍录像显示 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 在瓦砾中寻找生还者 伤者则被台上担架运走 目击者描述恐慌时刻 克林斯经常驾车经过这座桥 亲眼目睹了该桥倒塌下来 他告诉CNN在把人们从被压碎的车内救出后 自己在发抖 整件事情发生后我吓坏了 克林斯告诉CNN 我离开了我的车和其他几个人在那里奔跑 开始帮助那些车辆至少一半被碾压 并且很容易被救出来的人 但是我们不能真正的走进废墟之下 因为在那时候桥的另一半仍然在向上倾斜 看起来那一半也会倒下 我们帮助的人说他的家人在里面 我们无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我很抱歉 我现在还在发抖 他说 目击者卡拉斯科告诉CBSN 我和男朋友刚刚在桥下驾驶 我们在评论他有多心 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 起初我们认为碰到了一些东西 当我们环顾四周时 意识到这座桥已经倒塌在多辆汽车上 我没有看到任何行人在桥上行走 很多人每天都会经过这个特殊的交叉路口 所以非常可怕 克拉斯科说 在桥坍塌中至少有五六辆汽车被击碎 他告诉CBSN 说他亲眼目睹一名建筑工人受伤 他说当局把他拉到马路边 后来他被救护车运送到医院 他还目睹了医护人员在现场 对另一人进行心肺复苏 目前还不清楚大桥坍塌的原因 警方要求公众避免靠近西南八街 和第109大道地区 据迈阿密先驱报报道 这座天桥近期完工原本预计2019年开放使用 根据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校报报道 在快速施工技术的帮助下 这座长53公尺重达950吨的天桥主桥面 在上周六六个小时内搭建完成 跨越有八线车道的公路 该天桥是为了方便大学师生从校园 走到马路对面的Sway Ward而修建的 天桥横跨的是迈阿密很繁忙的Tamiami Trail公路 该公路连接迈阿密市区 和包括大沼泽西地在内的西部各地区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